哈喽,大家好 呃,今天呢,想向各位 分享一下我对Supermax 他下一个Quadrate Report的一些想法 呃,你就把它当成是吹水吧,马后泡吧 呀,千万不要当真啊,我是没有来生的,ok 听听就好,看看就好 我只是想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呃,Supermax呢,大家都知道他在 9月10月的时候呢 就被美国的这个CBP Bank 就说他不允许Supermax的手套 进口美国 过后呢,加拿大呢,又要取消他的一些赫约 英国政府呢,也在刮刮潮 呃,要押,要向他们的政府 英国的这些国务议员,也向他们的这些 呃,政府呢,施押,说 诶,为什么要向Supermax 呃,抹缩员工的这些公司 买手套呢,做生意呢 呀,so 负面消息是很多的,呀 这样我们就来看看下 我来吹水一下,然后我对他 下一个Quadrate的一些,呃 啊,一些,呃,益测 猜吧,猜测,呀 首先呢,当然要用Hutta 来做一个参考吧,呀 Hutta呢,他最新的Quadrate Report呢 他的Level 6呢 就是这个Level 6呢 少了大概一半 Level 6少了一半 然后Hutta的这个Net Profit Margin呢 也是由40多Percent 再到20多Percent 呀,差不多也是在了一半 呀,这样由这里呢,我们就来猜测一下 Supermax,他为什么行行 像我们说呢,Supermax呢 他在上个Quadrate的时候,大概是1.5个Billion 啦,他的这个Level 6营业 呃,一半的话就是 0.8吧,OK 0.8 但是因为他被美国Bank啦 又被加拿大那边取消货业啦 又有 呃,被英国那边 反对党议员呢,那边吵呢 我相信呢,他0.8 应该也是做不到的 我猜吧啦 我就给他 猜多,很惨一点 然后我再参考这个Togrove 因为Togrove呢,之前也是被美国Bank嘛 我觉得他的营业 Level 6呢,应该是 0.5到0.6左右 呀 OK 呃 所以大概是0.5到0.6 大概就是500个Million 到600个Million左右 OK,他的Level 6 下一个Quadrate 然后呢,如果你看一下他的这个Profit Margin呢 他过去也是大概 他上个Quadrate大概也是40多% OK 如果我参考的话 我觉得他这一半吧 都,我就说他 我们就保守一点 就说大概是20%的 这个NetProfit Margin 呀 还有其他的什么 呃 中盖盲目啊,这东西呢 可能也要Consider的啊 所以,一次是说 Level 6 大概是500到600个Million 大概是500到600个Million 所以大概是这个数字 100到120个Million 左右 呃 也就是说 比他这个 之前这个600多个Million 呃 跌的大概是 哇,很厉害啊 多少啊 只是跌到大概是100到120个Million 这是我猜吧啦 你们也不要相信 当然,当然 他还是会比这个Quadrate 这些东西还是高的 OK 还是高的 呃 我觉得这个100到120个Million 呃 是我的预期啦 呀 让我们就看看下 他公布的位是多少 呃 呃 这个就是我想向大家分享的 吹水吧 猜测的 我的猜测 呃 如果你有其他意见的话呢 你可以在留言区里面 写下你的意见 嗯 当然 这个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猜罢了 呀 你也最好不要随便的相信 啊 你最好只是自己做功课 问下你的Lemiser 有来生的Advisor 啊 看下你的来帮忙 来作为你的交易的根据 所以我这个呢 是没有任何的Buy 买卖建议的 谢谢大家